考卫生局护理师不用比试 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陈学胜今天指出 桃园市今年两次招考护理师只需100%面试 不用比试 和以往50%比试 50%面试不同 也和宜兰等现实比试 面试成绩各半的做法不一样 不禁让人质疑是否为特定对象量身定做 让其他人只是陪考 卫生局强烈否认坚称一切合法 市议员梁伟超追问卫生局 人士是表示因为两次招考人数比较少 9月这次为个为数 因此采取100%面试 但是报名人条件比较严格 过程合法 不过陈学生 梁伟超认为两次招考时间相隔约两个月太接近 让人质疑是不是7月 有人没录取 9月再考一次 但愿没有黑箱作业 陈学生 梁伟超开记者会 认为卫生局最这两次招考 职才100%面试让人不解 理由也 牵强 招考阶段竟跳过笔试 网组上也找不到先前的征才简章或征选公告 只需经过面试的做法 也与公务人员招考常见的做法不同 令人杀眼 陈学生说 中央大学正校护要笔考试 宜兰卫生局正护理师要考试 笔试和原民族与认证 陈原市卫生局往年 笔试及面试占分比例 各为50% 网站上也公布历年的笔试题目 但今年两次征才却只需面试 政府征护理师除要符合定考资格 为求专业及慎咒 第一阶段的笔试 及第二阶段的口试在所难免 包括招考清洁队员也要笔试 他担任过主观 笔试 口试几乎是征裁基本门槛 据了解 卫生局医公务人员升迁法外 不公开甄选规定招考护理师 可采书面审查 笔试 口试或多元方式进行 今年以口试及书面审查 虽然没笔试 但是门槛拉高 包括将实务临床工作 纳入甄选审查条件 报考者需大学以上学历 并具有至少护理相关工作经验三年以上 寒教学医院临床护理工作一年以上 至于陈学胜至甄选简章 甄选公告被删一事 以卫生局8月征裁为例 资讯8月15日至8月20日 在市府 卫生局及行政院人士行政总处的公告平台系统显示 公告结束系统及自动下架 甄选过程均合法 陈学生 左 梁伟超质疑桃源市卫生局招考护理师免笔师等情节 有为特定对象量身定做之先 卫生局强烈否认 记者郑国梁摄影 分享 分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